各位同学好,今天剧情分析挑选的句子来自《实在》杂志 有一曲的封面故事是介绍星巴克的执行长Howard Schultz 他非常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即便是很敏感的种族议题 好,我们看今天的句子,首先来念过一次 好,看到这个第一个片语,Shocked引导的分词构句 那什么是分词构句呢? 这是由分词引导的片语 它包含了连接词与动词的功用 通常是两个字具有相同的主词 我们可以把其中一个连接词主词去掉,避免重复 然后这个动词如果是主动的,我们就改成现在分词 被动我们就改成过去分词 它往往可以用来修饰主要子具的动词 所以它有副词的功能 那也可以把它还原成一个副词子具 那我们看这一句应该怎么还原比较好 那这个地方它是说 它因为看到美国的一些乱象感到很震惊 所以它举办公开讨论会 让员工来表达想法 所以说这个分词过去可以表达 它为什么要举办open meetings的原因理由 因此我们可以把它说是 because he was shocked by recent police shootings and unrest 等等 那我们把这个because去掉 he去掉 好,b动词啊 剩下这个pp我们写一下 分词过去 好,那这个by是介细词 police shootings police show shootings 然后recent就是police shootings 这个shooting是它的借欧 好,还有这个 它连接两个 这也是借欧 然后这个unrecent 还有这个police shootings 到底是发生在什么地方 后面有一个接系寻导的形容词 片语 好,那我们看啊 in Ferguson 是它的借欧 Missouri啊 是指它叫州 Missouri州 那这个地方通通可以说是 借欧 好,那这个地方 括号起来 就是说发生在 这个地方 这些地方的police shootings and unrest 那这个by 它可以说从这边括号 其实它的终点 就是右边可以挂在这边 整个都是说 是 为什么感到震惊 所以它是修饰PP的话 这个地方 by recent police shootings 到最后 它可以说是一个 ADVPH 它是一个副词片语 好 然后这个 inFerguson 这个是一个 adjph 好 那这个 分词构句呢 就是跟后面的这个 decide有关 它主词在哪边 he decide 是V 那所有后面这个 这么长 to hold 一直到 后面结尾 那就不再画了 就是 不定词片语 当 decided 的o 所以它可以视为是一个 名词 片语 再来我们看这个 open当然是修饰meetings 那这个 是属于hold的 o meetings 是这个不定词片语里面 hold 的这个 sort 那这什么地方呢 这是一个地点的 副词片语 in 解 five 就是后面那个cities 那这个cities 就是 解 o 所以它是一个advph adv 写不下就不写了 然后它是在哪边召开啊 我们就打给这个 动词 hold 接下来 它有一个关系副词引导的 形容词 词句 就是这个cities where就是一个关系副词 然后这个 starbucks emprise starbucks就是 emprise 通常两个名词啊 第一个就可以 反而试语是 形容词啊 修饰后面这个名词 好 那我们写 s1 那 这个emprise 到底是哪个阶层的emprise 我们有一个from 引导的 接续词片语 当形容词片语 修饰它 from 修饰这个emprise 然后 这个瓜虎在 beritas top 修饰的是managers 这是 从这个 高层的经理啊 to 这边是这个借欧 这边 是借 然后 entry level是 最基层的 beritas 这是 在调咖啡的 然后 这写借欧 好 那这个地方 from top managers to entry level beritas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 adj ph 修饰的是 employees 从上到下的意思 然后这个 could speak 这个我们看成是 它的动词 好 那speak是不及物 所以 说什么 我们后面还可以用 一个 接系词 加受词来表达 它到底说什么 那frankly 很显然是 adv 修饰这个动词 speak 就是说 它说 它的状态是什么 可以很坦白的说 about 是借 their experiences 这是借欧 这个地方 它是 说什么呢 有关于这个 他们的经验 所以它是一个 adv 修饰这个 speak 那有关于什么的经验 它有一个 形容词 修饰它 这是借欧 它可以 视为是 adj ph 有关于 种族主义的 种族歧视的 这种经验 好 好 那我们 这个 整个句子来回顾一下 就是说 这执行长 他对于 最近 发生在 这些城市 这些州 这些城市的 警方 这是 使用武力过 当 他们这个 随意 射杀 自私 或者是说 暴动 他对于这些 感到很正经 所以他决定要办 在五个城市 办这个 open meetings 公开的 讨论会 那我们看起来 这个形容词 指句 它 不太像是 限定用法 它是在五个城市 但是在五个城市 我们不用限定 它什么资格 看起来 它有一点像是 捕述用法 可是我们一般 捕述用法 通常前面 会加一个 逗点 但是有时候 我们现在发现 就是标点 幅化也不是 那么严谨 这是我的看法 这是我 把这一个 形容词 看成是 捕述用法 因为 我们不必须 限定这个 五个城市 到底是 怎么样一个 情形 只是说 在这五个城市 当中的这个 说明会 讨论会 他们是可以 非常的 从上到下 非常的 坦白 说出他们 对于 种族歧视的 一些 个人经验 好 今天的讲解 就到这边